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万村民把这村的共产党员乱棒打出 那在这件事情上 现在世界各大媒体都以自己的角度来报道 英国有家媒体每日电讯报 有个记者潜伏进去了乌坎村里面 所以他知道了里面一些事实的状况 BBC的文章这么说的 英国媒体报道 广东乌坎村不寻常的反抗 这是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 那每日电讯报形容说 乌坎村发生了极不寻常的事件 两万多人公开反共反抗 中共完全失控 这是历来首次的 报道当中提到说 在此之前乌坎村几千村民抵挡中催泪弹和高压水龙头的工具 与武警对峙 那阻挡武警进村之后 最后一批十几名共产党干部在星期一完全撤出 共产党 共产党的干部 跟咱中国的老百姓完全成了对立了 共产党的干部就是鬼子 就是我们老百姓嘴中的鬼子 鬼子进村 占领了村 那占领了几十年之后 被老百姓起来把鬼子打出去 您说这绝对是非常本质的变化 文章讲说 公安后撤三英里 设置路障 阻止向村内提供粮食和饮用水 也阻止村民离开 乌坎村主要的收入来源的渔船队也被禁止出海 所以乌坎村实际的老百姓是渔民 不是种地的农民 那在这种大的背景下 大家看到了 公安后撤三英里 设置路障 大家想起来 这纯粹是打起来了 那这篇文章里呢 引述了一位村民的话 是这么说的 自从1990年以来 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拿走了 都被村里的党员 党干部拿走了 当时这些渔民并没有察觉有问题 因为他们是以捕鱼为生 所以并没有意识到土地的概念问题 但是近年来 因为通货膨胀 他们知道可以种植作物来换取自己的食物 但是目前的土地价格却又昂贵了 这就是事情的来源 那本来呢 老百姓呢 大概在九月份 六月份 九月份的时候呢 都为此提出抗争 在这种大的抗争背景之下呢 曾经中共退却过 结果就出现了重新选举村干部 在重新选举村干部的过程当中 中共又耍手腕 想把原来的这些党员干部们 再重新塞回去 这里哪有真正的老百姓一人一票的选举啊 没有 正是在这次二茬的冲突当中 老百姓警觉了 那乌坎村的村民继承了他们传统的一致 什么是传统的一致呢 被毛泽东称为农民大王的澎湃 就是海陆丰地区农民起义的领袖 而他可能就是来自于乌坎村 所以那是有光辉历史的 乌坎村的村民非常彪悍 非常团结 乌坎村村民把共产党的干部乱棒打出 所以这是本质的变化 而德国之声呢 大篇幅的翻译了 每日电讯报那位记者的文章 乌坎主要道路被封锁 村民坚持继续抗争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叫做摩尔 他是唯一进入了乌坎村内部的外方记者 他提到说乌坎通往外界的主要道路都被重重封锁 由全副武装的警察把持村口 那港内渔船也被禁止出海 村民只能驾驶摩托车 通过一条乡间小路进出 并且带进一些食物和补给 我们今天去了市场 那市场上的民众表示 粮食供应大概还可以坚持十天左右 而摩托车可以带进一些肉类和蔬菜 但是大米特别短缺 不过他们决心能够坚持多久 就一定坚持多久 绝不后退 你听听这词 这些词这些说法 都是共产党教育出来 这些词这些说法 都是我们上学时能够学到 今天反过来 在乌坎 在中共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 在84岁刚过完的日子里 反过来跟共产党干了 把共产党打僵出去 文章还提到说 摩托可能是乌坎村内唯一一名记者 由于当地中共的党政机关和警察已经全都撤离了 因此没有人来干涉他的采访工作 而乌坎村内的移动通讯 固定电话和互联网通信 目前还基本正常 大家就听懂了 凡是代表共产党体制的东西 就我说的那个 戴着大颗帽子 戴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党徽的 国徽的 那基本都撤离了 这就表现出整个乌坎村成立了另外一个要推翻中共独裁政权体制的一个真实的隶属于老百姓的这么一个制度 这么一个环境 而法广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呢 也比较直接 法广的报道是这么说的 中国广东乌坎事件继续恶化 当地被断水断电 文章上来提到 一位法新社的记者试图进入乌坎 结果在距离乌坎村几公里之外 就被公安抓获 并且被送往深圳 所以这位法新社的记者 就不如那位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记者那么幸运 几公里之外 就设了路障 大家就想想 在今天2011年12月中旬 马上这一年就要过去的时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 在84年前成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乌坎 今天共产党把它围起来 成了白区了 那里的共产党已经全都撤离了 大家就咱们这个味儿 很有趣 那其实呢 我们一直在提到 就像咱今日点击做了四年多了 一千多期当中 我一直提到一个概念 当年在99年 能够对法轮功迫害 能够把法轮功本身给侮辱成那样 他在全国的范围当中 老百姓在被欺骗的背景之下 我们没有能力去探索真相 我们可能也觉得这件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 所以也懒得去探索真相的时候 我们被欺骗 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被侮辱了 那整个这过去的十来年当中 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一直讲的一个概念 就是真相 那在我们今日点击当中 四年多当中 我一直提到一个概念 在中国大陆 最难找的就是真相 到处都是的就是瞎话 就是欺骗 我们在这个社会体制当中 大家不撒谎 能过日子吗 大家不撒谎 能赚钱吗 大家不撒谎 能活着吗 这就是现实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的体制之下 人人都以谎言获得生存 人人就又成为了欺骗和谎言的受害者 在今天 在乌坎 乌坎村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不就是想把整个的真相恢复过来 而早在十多年前 当对法轮功施语迫害的时候 如果我们老百姓能够意识到 那看似跟自己无关的事情 可能在未来就直接会作用到我们自己的家庭上 直接产生在我们自己孩子的身上 直接产生在我们个人的房子身上 如果意识到的话 当初你站出来说话的话 当初你向中共说不的话 当初你能够把江贼当球似的给踢跑了的话 可能事情就不一样 网上有篇文章 那是达赖喇嘛讲的 在布拉格那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达赖喇嘛说 藏人和法轮功被迫害 是中国人有权应该知道的真相 达赖喇嘛在12月12号参加了 关于亚洲民主与人权研讨会上做了一个演讲 之后他在布拉格的酒店的一个记者会上 那提到目前中国的状况 他特别讲说出现政治问题的原因 实际在中国是道德的缺失 他批评中共当局对新闻的审查 他说这是极其不道德的 因为在中国中国人不明白 中国人不明白西藏人民为什么被镇压 和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被迫害 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新闻审查和歪曲报道 他说13亿人有权了解真相 有权知道真相 如果13亿国人能够知道真相的话 他们也有能力 他们也有资格去判断事情的真伪 我自己觉得其实不光是审查制度和歪曲报道 这是我们表面看到 在中国没有新闻 在中国的新闻是党宣传的素材和资料 什么叫洗脑 是我们在生长过程中 最后当我们长到了30郎当岁的时候 我们丧失了看待一件事情 那平和公正和道义以及人性的一个标准 我们这种丧失就是共产党在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 来对我们进行洗脑的结果 但是现在中国的老百姓 说实话很多稍有文化的人真的明白了 我在Google Plus上看到一个朋友 是个女孩挺漂亮 在自己的网页当中登出了这么一张照片 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警示名言 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 若不加以阻止 他的下一步就要烧人了 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 若不加以阻止 他的下一步就要灭口了 大家 我相信很多朋友 现在是切身的体会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大家